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来到《寡喜稀娃団》 我是最后寡喜的团团长 杖宛玟玲 做得來 歡迎大家作為欣賞我們所用心製作的 寡婢少爺等的鴨皮 這個鴨皮裡面有包含到我們寡婢的 衛生 生頭 或是清福色 那就是我們台中所有出現的 新冠 或是工夫 都會出現在鴨皮裡面 希望這個鴨皮可以帶大家輕輕鬆鬆 來認罷我們的寡婢 它的內容 今天我們的節目就要開始 請收看我們的寡婢少爺等 在寡婢的外面 衛生當然是第一個最重要的概念 因為我們出台就是要讓觀眾看到我們的臉 去感受我們的臉要呈現的是什麼的角色 所以我們一般寡婢裡面 我們代替大家印象最起碼 就是分瀟生和瀟動的衛生 那如果是瀟生的外面中 它的粉底不能打太白 這樣才有一點的陽光味 那如果是瀟動的 它的粉底就可以打比較白一點點 可以讓它看起來比較嬌柔 然後我們的瀟生和瀟動 它們除了粉底不一樣 它們在外面 稍後我們繼續看 它們現在先打粉底 其實我們現在過夜中都已經很進步了 大家永遠都會保守自己的皮膚 所以大生也會先上一些隔離霜 才打粉底 粉底打完之後 稍後會看到它們作品喔 還有我們說的作品 在國際就是做鼻影 讓鼻子看起來挺一點 讓我們的皮膚看起來黏黏 因為我們台上做魚 觀眾裡有一個孤裡 所以我們皮膚如果沒有做比較靈 從台膝看起來 中間又打起來 會覺得這個人怎麼沒有皮膚呢 所以鼻影是一定要做的 所以我們國際上都說做皮膚 皮膚做完之後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天生下來 我們有個人的面容 面形都不一樣 如果如果是覺得自己面形 需要做一點點修正 我們就用修容 就是會補一些比較重的色 在我們的臉頰旁邊 我們的腮斑指甲 補一點讓自己的臉型 讓自己看起來更加意 所以在做皮膚做好 好 修容也修好了 這樣我們這個綜合後 就開始可以上蜜粉 上粉餅 讓它定妝 這樣我們的粉底 這算是完完完全都好了 在這個修容的部分 修正跟修大都不一樣 修大它的部分 會比較著重在篩邊 還有在罐骨 那修正就比較注重在我們的下巴跟篩邊 讓自己看起來有一點風圓 有一點圓潤 有一點圓潤 所以這些小小的來看眼圓 你本身的習慣 還有他的面形 還有他的五官 下去做底 當然如果有眼圓更靈 他還會比較軟 他還會比較柔 他甚至他的眼睛周圍 還在抹其他的粉底 然後讓自己的眼睛看起來 比較好上妝一點這樣 所以我們的刮蜜粉底 就是對太短的玻璃霜到粉底 然後做皮修容 還有上蜜粉定妝 就是這幾個改單 我們剛才粉底已經打完了 現在結束就是要來 餵我們的妹妹 來看看這兩位英文 師傅 你現在在餵妹妹對不對 對啊 你是小檔的妹妹嗎 對 我是要餵小檔的妹妹 小檔的妹妹跟小生有什麼不一樣 小檔的妹妹比較柔 比較柔 比較柔 對啊 而且餵妹妹的小檔 小檔的妹妹看 每一個人他的面向 他關係為一字眉 或是要為柳葉眉 看個人的關係 還有臉型可以去調整 對 因為每一個人的面向不一樣 所以在餵妹妹的形態也不一樣 有的人 因為他面向的原因 所以雖然他是小檔 但是他也有可能為一字眉 也有可能為那種 有可能為柔葉眉 像那樣為柔葉眉 也有可能為柔葉 但是比較柔葉 也有可能 就要看面向 但是總而言之 不能太粗了吧 對 你覺得手有一個太粗粗 有 通知病要想一下 通知要想一下 好 兩朋友完全想要一樣 但是我們 我們英文有時候 在冠軍的時候 很接受 為官家病 辛苦你覺得 很懊惱 為官家病很懊惱 為官家病很懊惱 唯一開始是先上咖啡色 因為我們要以後 我們形態如果有得不夠漂亮 咖啡色還算好修 你如果黑的都去就比較難修 就可能要掛粉底 才會修到這樣 我們看這邊這位 這是 蘇慧要跟我們唯一唯一唯 對嗎 對 唯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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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 一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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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所以有的這個好像比較像刀莓 有一個角嘛 就是在眉峰上面有一個角 看起來很像一支豆子這樣 所以小小的肉麥跟小廣柳葉莓都不一樣 它比較像健美或是刀莓 所以看起來比較像鹹還是豆子這樣 你這位貴賓你覺得肉麥好嗎 嗯...他照我自己的肉麥 算不錯啦 這樣喔 不過有時候我來看你好像賣肉麥有的很久 有時候比較不順手 對 真的我們做英雄的人 都有時候的感覺 雖然常常在賣肉 但是也常常覺得今天賣肉麥 就好像一切都很順 賣肉麥咻咻咻就好了 有時候如果賣肉麥咻到那邊 是啊 這是我們肉麥的部分 你給你看我們小廣柳葉莓都已經完成了 繼續就是往下面走 就是我們的眼妝 就是要開始為我們的眼睛的部分 其實在我們廣柳葉莓裡面 最複雜的就是我們的眼妝 因為我們必須要把我們的小廣柳 眼睛變成加重顏色 你看現在我們小廣柳 雖然是比較疲倦的 雖然是比較疲倦的雖然 但是它還是一個小蛋 所以它溫柔的地方 還是要用顏色來戴 所以它是用紫色 稍微塗下去圍的眼影 眼影如果是圍完之後 稍微它就有繼續圍的眼線 還有大眼睫毛 聖惟妳今天這個眼妝 妳現在眼影圍完之後 稍等一下要圍什麼 眼影圍完之後等著圍眼線 眼線 眼線圍了要再黏睫睫毛 黏睫睫毛 妳是不是都要圍一個雙眼皮線 對啊 圍雙眼皮線 讓眼睫看起來比較大 對 因為我們關係 像剛才說的觀眾 給我們一個鼓勵 所以我們要把我們的五官 圍得更清楚 更明顯 所以就要加上一些 眼影的 陰影的顏色 讓我們的眼睛看起來比較大 這樣大家的觀眾看起來 覺得我們要睡覺 要睡覺 這樣喔 對啊 再來是我們的淑慧 淑慧妳今天演的是一個 妳現在要演的是一個 小生對不對 是 所以妳一件事是用什麼顏色 去打妳的眼影 我今天會用綠色 但是我先打一個雙眼線的形態 對對對 所以妳要看我們的 要把眼睛的眼污 所以我拿去圍一圍 喔 眼污圍圍一圍 對 拿去圍一圍 她一開始是用咖啡色 跟黑色下去打底 對 先把眼睛用圍出來 對 打一圍 打一圍 圍圍會比較好 比較好 對 所以我們關於眼妝 跟一般的眼妝比較不一樣 就是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雙眼皮線 對 雙眼皮線 我們的眼睛的輪廓會比較輕 會比較輕 對 當然我們稍後會把雙眼皮線 用眼影再打蛋一點點 讓它比較自然 稍後的輪廓 它還會上另外一個顏色 它會上綠色的眼影 所以它繼續會來做眼影眼線 還有睫毛的呈現 我們才剛才眼影都用得好洗 再來繼續就是我們的腮紅 你看看我們的蘇惠是 雖然是眼小聲 但是它的腮紅也是 畫得還滿大面具的 對 對 不是 因為它的顏色不是一般的紅 它是比較專紅一點 所以看起來比較陽光一點 我們的蘇惠是眼小聲 它的顏色就比較柔和一點的粉紅色 來 我們現在腮紅是畫完了 稍後要做什麼事情 眼睛 對 眼睛 對 口紅 我們的小聲的口紅顏色會比較淡一點點 稍後的口紅顏色會深一點點 嘴型也會有一點不一樣 我們等一下給它看看 我們現在腮紅已經畫好色了 眼睛已經漂亮彈彈了 剛才你看她的畫中的時候 都已經開始有標準了 要稍後做一個標準 看現在這個腮圍起來是不是 適合我們的眼睛 我們現在腮圍都畫完了 那繼續我們的眼睛要做什麼 要白頭 要白頭 對 要白頭 稍微說白頭不一樣 我們今天你的書會 要跟我們的白頭是什麼會 當黑筋 當黑筋 就是我們傳統的黑筋對不對 對 黑筋之外 你還有做什麼事情 娃貝哥 因為我今天演的是一個恐龍王 對 人家在說 嘴上無毛 我怕你事不老 所以我今天會連冰角 打嘴唇 你的連冰角 打嘴唇 是 就是貼冰角 然後貼扶須 讓它看起來更穩定 辛苦了 我們今天戴頭套嗎 對 我今天要戴頭套 好 這樣我們現在來看 我們頭套到底 在戴有什麼樣的美角 我們戴冰角 打嘴唇 有什麼不一樣的 一些美角 來 稍等已經戴上了 好 這個頭套一整頂是梳好的 現在都 稍等都戴這種整頂的頭套 它滴起來之後 它還要整理它的瀏海 它的冰角 小蛋的就是 比較漂亮一點點 除非這邊小生的部分 它稍等的水槍 如果倒起來 它就變老生了 就不是小生了 它就開始有 長出鬍鬚來 就變老生了 所以我們看 這是不是要先戴黃椒 是啊 要先去買一罐黃椒 這樣要把黃椒枯在我們的 冰角的網子上面 要把它枯勻 這樣對不對 要枯勻 要枯勻 把它變成漂亮的最漂亮的小蛋 好 讓我們看一下喔 扎頭的部分也已經完成了 它從一個小生變老生 所以它已經黏稠出去了 剛才它也有大冰角 還有打黑筋 它上面上面有一隻龍頭 代表它做的是恐龍國王 所以跟它一般的造型 比較不一樣 它現在的頭裝也都完成了 我們的小蛋的幸運 它剛才要戴一個小蛋的頭套 上去 留下也整理好了 然後所有的頭髮都整理好了 它戴一張黃罐上去 它上面也是一月亮 它演的是恐龍皇后 所以看起來就非常的妖艷 所以它的妝容全部都完成囉 那現在繼續 我們就要來幫它們著妝 看看它們著妝以後的整體造型 長什麼樣喔 我們剛才的妝法都已經完成了 繼續上樓梅這關 要來做一個最完整的典型 就是要著妝了喔 我們新衛著的是小蛋的妝 然後淑貝它所穿的是小生的總班 但是這個小生呢 它這顆棍有比較長 所以它都要穿得更高 在我們館裡面 在穿護色進場 都要穿水衣水褲 就是我們說的特三特褲 然後把鞋子穿好 小蛋穿的是繡花鞋 小生穿的是館那 然後它都會穿一顆護鈴 來讓自己的脖子上面會有一點保護 跟服裝之間有一點距離 好 我們現在小蛋呢 它開始穿上衣穿完 它就開始穿肚 其實它真的是一個褲肚 但是原則上我們看上去 它也是一個裙妝的概念 然後我們的小生 穿這顆上衣呢 它是中國褲 所以從中間褲起 然後我們歌仔戲呢 有一個很特殊的穿服裝的方法呢 它是會扎褲襯 會扎褲襯 就是說它不管穿穿還是穿褲 都一樣 它要有一個褲襯 它也會扎褲襯 嘴褲襯褲襯 這樣台上做的比較不會漏氣 因為以前我們 以前有演員 有趣的事情就是 因為這個褲襯沒有紮緊 所以在台上呢 它就掉褲子了 這個真的超尷尬 所以呢 想要了解褲襯的著裝 一定要了解紮褲襯的這件事情 我們所有的褲襯裡面 一定要紮這個很緊很緊的褲襯 然後才有開始外包裝 那我們的褲襯褲襯呢 他已經把他的上衣跟裙子都做好了 繼續他也會開始來扎褲襯 今天的小身 就是我們的老星 就是我們的龍王 就是我們的恐龍國王 他今天的造型是老星 然後他的著裝完成 我們的小蛋是我們的恐龍皇后 他今天的小蛋造型 也已經完成了喔 今天的歌仔戲小學堂 就到這裡告一段落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